Hello,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进行视觉化分析第三次的课程 那今天会偏重于在机器学习这一天 它的一些视觉化又是如何做的 还有这些机器学习后的分析结果要如何解读 我是今天授课的老师孙再阳 下面是我的LINE、微信、ID 还有电子邮件 那我们的范例讲义还是放在这个地方 等一下各位下载范例的时候 应该要知道说密码是什么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开始进行下载范例这件事情 首先呢我们就先打开Chrome 打开Chrome之后呢 输入我的范例讲义放置位置 GOO点J然后写线YTZRXTR是大写 P也是大写不要忘记了 那其实如果说是线上的同学 您要取得范例讲义您必须要先成为我正式的学员 5月26号的视觉化分析课程 不要忘记了2021年5月26号 这个视觉化分析 然后我的范例其实应该要用的是上一次5月12号上完课的一个成品 继继续做交奖 所以点选不要点错了 这个视觉化分析最右边成品观摩 然后麻烦请下载 麻烦请下载这一个范例档案 视觉化分析2021-0512 这一个压缩档 好那我现在已经下载下来了 我就先暂时把这个视窗给关掉 因为这个下载下来的档案在我的电脑里面 所以你可以打开档案总管 也就是这个档案资料夹 然后请到下载 下载这边就可以看到刚刚下载下来的这个范例 因为它是一个压缩档 因为它是一个压缩档 滑鼠右键 所以你可以直接做这个解压缩 那请不要忘记了 它是有密码的 好那输入了正确的密码 八个数字 八个数字 然后点选确定 我们就可以成功的把它解压缩 好那我们来去看一下 解压缩档后它放在这个视觉化分析 这个档案 好当然也可以直接刚刚就做解压缩也可以 好那我们就稍微等一下 这个所有的操作 我希望所有线上的朋友 其实是可以跟着一起操作 我不太喜欢讲理论 我希望我把理论跟食物全部结合在一起 所以我会慢慢的交 来麻烦请各位先把范例档案下载 跟解压缩 感谢观看 也欢迎各位线上的朋友可以直接留言哦 那接下来我就要开始讲 圆形图与长条图的差别 在视觉划分析里面 我们不能可以去使用圆形图跟长条图 分别来去呈现统计完的结果 那其实在这里 圆形图在这里 它其实是以呈现组织里面的比例为主 像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看到红色所占的比例大概75% 剩下都是蓝色 蓝色有25% 那直条图呢 直条图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直接呈现高高低低 可以做比较 所以这两种图其实存在不一样的使用时机 我们就先打开我们的范例 我们的范例是这一个视觉化分析 20210512-F 快速点两下之后 那Microsoft的Power BI会去打开这套软体后 再开启这一个档案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不难发现我们上次上次曾经第一次课程介绍资料清理 资料清理 然后销售的一个销售额的资料清理 再来上次上次就跟各位分享如何做自动分析 自动分析不要忘记了 它真的很棒 当你今天想要去看2016年 它到底增加主要增加的原因是什么 所以它在这边有很棒的一个自动分析功能 那当然上次还有跟各位分享关键影响因素分解数 我接下来要跟各位分享 这张图我们就取名叫做01点应该叫做利润分类统计 然后方便我等一下讲到这张统计图表 那针对01利润统计分类 我们可以知道有高利润 高利润在这里 它约占多少 大概16% 然后有一般利润 一般利润大概约占了六成 六成再过来就是负利润 其实这家公司的负利润占20% 算蛮高的 好 那我们这张是圆形图呈现比例 呈现比例 那有没有办法 就是说当我们今天想要去做比较的时候呢 其实好像要稍微转一个弯 我们才能够很适合的来去做一些理解 所以这个时候我用另外一个直条图的方式来去呈现次数 好 复制 直接复制 复制这张统计图 也就是点一下它常用底下的复制 然后空白的地方顶一下 空白的地方顶一下贴上 然后接下来例如说把它放到这个地方 我们来做什么呢 我们来做变成群组直条图 那很简单就只要在这边去做群组直条图 相对的群组直条图 它可以呈现资料标签 那这个资料标签所指的应该是次数比较合适 次数 可是在这个地方它呈现是什么 它呈现是6千 6.3个签 所以建议把这个值 这个值 资料标签 我们显示单位为5 就直接显示数值 就是1万笔的记录里面 有6,322笔 是一般利润 然后这个值小数位数就给它0位就好了 那至于字的大小 如果您觉得太小 我们就可以稍微呈现大一点 那接下来这两个图主要的差别 当然标签也要不太一样 所以针对标题应该叫做03 也是利润分类统计 那在03利润分类统计里面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它比较高 它比较低 所以在这家公司来说 是以一般利润为主 你看像在这张图里面 在这张图里面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就没有写 以一般利润为主这件事 所以建议用不同的图表 然后可能更清楚的 可以给人家看到资讯 那我们来去点选这张图做视觉化 怎么做视觉化呢 当然就是针对它的图案的颜色 图案的颜色由大排到小 所以呢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去找 找格式底下的资料色彩 资料色彩一样 全部颜色 全部颜色 全部显示 然后透过这个方式 来去修改 每一个的颜色 例如说使用什么呢 使用分类的技术 没错 好 那 这边就不动了 然后接下来最小值 最小值记得 我们都是预设给它红色 最大值 最大值 我们 可以把它用绿色 或者是我们就用原本的这种颜色 也是可以 记得一定要做一个发散 发散的话 它会把中间值呈现 中间值尽可能的设定到 不是白色 但是接近白色 好 这样在视觉上面 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去说 这家公司主要是这一个 次要是这一个 好 在这张图里面 就是要讲说 一般利润是这家公司利润的主要的一个分类 那至于负利润跟高利润都是次要 好 那我们了解了这两张图所呈现的意义之后 我想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去做动态散步图了 所以麻烦请把这一个直条图 群组之条图做出来 我们就要去做动态散步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观看动态散步图 在动态散步图这边我想要呈现的是 不想要各位练习完了没有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去做这一张动态散步图 因为我们其实不能发现 这个利润它跟销售额之间 它存在一个很重要的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如果要查找关系 就透过散步图来做 所以空白的地方点一下 然后点选视窗效果底下的散步图 然后点选散步图之后 在订单里面 因为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建议应该是稍微化繁为解 可能大家会比较了解 我现在我就想要先做三个类别 三个类别它的销售额跟利润之间的关系 所以点选类别 点了类别之后 然后它会自动放到详细资料 那因为它是散步图 所以它的X轴是数值 它的Y轴也是数值 X轴我现在要放置的应该就是 什么呢 好 我应该放置的是我的销售额 这边销售额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三个点了 好 那 接下来我的Y轴 我放的就是利润 因为其实在这个地方讲的一个概念 就是指说 利润它是从销售额这边来的 Y等于AX加BX这个变数应该是销售额 销售额可能它的高或低会影响到Y 好这当然就是一个散步图应该画的一个重点 记得这边是结果 Y是结果 然后X是 那个质变数是因 好 所以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我们现在看到这张散步图 我们有三个类别 三个类别 哪三个类别 所以我先把这个三个圆点 三个圆点稍微做格式的调整 首先图案 在格式图案 我把大小稍微设大一点 这样三个圆圈圈 再来我希望说每一个点它的标签呈现出来 好那这个标签的字可以稍微大一点 因为才三个 那如果说是十个 应该也可以呈现这个标签 但是如果说是一百个 那我就不太建议呈现标签 好我们可以看到说 以这三个点 三个点 这个是家具 家具它有很很大的销售额 但是利润很低 利润是很低的 那另外两个呢 好 这个销售额高 销售额高 利润在这里 可是这个销售额不用很高 它的利润就很高 那所以在一般来说 我们都会把这三种 三种的 类别 产品 做一些分类 好 我们可以发现就是 这一个 这一个 它的 类别呢 它可能销售额不用很高 但是它利润很高 好 那这个的话 一样要销售额很高 利润也很高 好 那这个呢 它就不是了 它是销售额很高 但是利润很低 各位 可不可以想象一下 例如说 卫生纸跟化妆品 好 像卫生纸可能你的销售额很高很高 可是它是属于民生用品 它可能要贩售的数量也要很多 可是它的利润可能相对的单位利润是很低很低的 那例如说像钻石 钻石或化妆品 化妆品的话可能它就存在了一个什么 销售额不用很高 但是但是它的利润是非常高的 好 提供给你参考一下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去观看一下 这三个 这三个 我们现在看到是整体 我们有时候会希望看到它的一个时间变化 时间变化 也就是它的行为模式 我觉得这才是它的重点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个散布图画完之后呢 我们去看这里面格式下面 下面 有一个 对不起 应该不是格式 应该是栏位 栏位的下面这边有一个叫播放轴 请把订单日期搬到播放轴 然后当你搬到播放轴之后呢 这边这边的时间 如果说你直接用订单日期 它就从20从这一天 2013年1月1日开始播 好 那一天一格 一天一格 好 那其实一天一格 其实这样也不太好分析 所以呢 我现在要把它切换变成 我想用日期阶层 一年一格 好 那一样我们来看 2013年 2013年 它呈现是这个样子 好 几乎都集中在这里 2014年 好 它就呈现 变成平的了 本来刚刚是在这里 现在 技术跟家具都往右边去跑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图增 销售额 但是利润 利润 好 并没有增加很多 但是这销售额 但是销售额其实是往右边跑 再来2015年 好 又可以看到 继续往右上跑 再来2016年 好 有的往右边跑 那有的也往右上跑 那通常我们会希望把这三种变成不同的颜色分别来去呈现 所以我们就只要把原本的详细资料 栏位里面的详细资料 类别搬到图里 它就变成不同颜色了 再来我会希望说它呈现各年间的变化 各位还记不记得我们如果来去看整体的话 这原本在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地方 通常我们会看主要的前两个也就是这一个叫办公用品 那如果说你想要再看再看技术 那你就只要点Ctrl鍵按住点技术 然后去让它播放一下 所以我们主要是要去看它的行为轨迹 从行为轨迹可以看到一件事 办公用品 办公用品它其实是逐渐往右上在增加 那可是这一个第二个叫技术类 技术类它原则上虽然倾向也是往右上 但是可以发现2016年在往下跑 这个意思就是利润下降 所以其实我们关注的是利润 利润的高低变化 举例来说2016年其实我们从长期来去看的话 可以发现它2016年有大有长的有大的变化 可是在办公用品2016年它反而略逊于201 对不起应该是技术类略逊于2015年 所以这是在看它的行为模式 行为模式很常被运用在像例如说商业智慧里面 有一些那个卖球鞋的店 他就会说这是我们做过大数据分析 然后发现说喜欢这一双的人同时也会喜欢另外一双 他就同时拿了这两双来去给客户来去做所谓的一个选购 还有像例如说在那个博插来 那他当你选择了一本书 假设我现在想要买大数据分析这一本书 那他下面就会列出相关的几本书给您去做建议参考 那通常有人可能在第一栏的选单中 没有看到自己心仪或想买的适合的书籍 这时候他就会去看看机器选出来的 所以这种透过机器建议选出来的这个方法 其实也就是用像类似这种行为模式 我们大概就可以了解一些像关系 所以当我们今天去看这个关系的时候 请不要忽略了这个散步图 先做散步图完毕之后 你可以把它做成动画 例如说我现在换一下 除了类别可以去看到这件事 可不可以把类别搬进来 好那我们通常我们通常只会关注在这个地方的 这个地方的好像书价我们会关注 它其实从2013年开始一直都是往右上跑 那我们去看一下器具 器具因为它的销售额第二高 第二高 然后你就可以发现 它其实只有往右边往右边跑 它没有往上跑 往上就跟利润有关系 所以以上这个是动态散步图 希望说各位要从中了解它的各年变化 就是行为模式来当作是一个分析结果的一个判断依据 好 这就是所谓的动态散步图 请大家现在练习 接下来我们现在就要来观看分类的关键影响因素 其实在上一次的课程 我们大致上都是把这些数值直接丢进去 来去查找说 例如说负利润 好 跟什么的变数是有关系的 那这其实会大大的增加电脑运算的效能 好 我们现在就来去观看一下 当然这个运算的效能 现在还不是很明显 那如果说我们 我们 去 看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可以知道说 像我这边所丢的全部都是直接把变数丢进去 然后来去做所谓的这个直接计算 那事实上 事实上在我们做机器学习的时候 好 这稍后晚一点再跟各位介绍机器学习 当我们今天来去做机器学习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会希望 会希望机器也就是电脑 它可以学习 好 为什么呢 其实就是在所有我们可能面对的这些问题里面 因为机器学习就是要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嘛 那优胜劣败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如果说我们没有成功去挑战我们的问题 那我们就会被这个生物列给淘汰 那如果说我们要达到这件事 我们应该是需要知识的积累 有了丰富的知识 然后才能够从中得到经验 然后经验慢慢的一直累积 变成它是怎么来的 它是透过学习来的 也许在不断的学习之中 我们慢慢的去产生丰富的知识 好 那可是像现在所有机器学习的方法 它的做法很简单 它就是穷举 所有可能会发生的问题 好 举例来说 例如说我今天我们来去看那个 就是路径 路径导航 那现在有很多的路径导航呢 它怎么做 做这个AI人工机器学习 它主要就是 例如说假设我要去台北 好 那从假设我现在人在高雄想要去台北的话 它就会把所有可以走的路全部都去算一遍 好 它可能它走国道一号 它可能走线道 然后去算过一遍 甚至还有北二高 好 不同的路径可能算出来不一样的一个结果 然后花费的时间 但是你要知道有可能北一高 然后遇到了一些塞车 所以它可能就转东西向 然后再转到北二高 好 类似这样子的路径 它全部都算完 算完之后呢 它再提供 你要知道说这样子的一个排列组合 是不是需要花时间 好 如果说它算了一个小时 好 才告诉你说前方路段 那个怎么走 然后没有考虑到塞车等等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可能是不好的 所以呢 我们会善用人类习惯贴标签的方式 贴标签的方式 来去做所谓的一个出力划分析 这样的话可以大大节省 我刚刚说的那个一个小时的计算 好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也要学习 如何去贴标签 如何去贴标签 所谓贴标签像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说 它折扣是 它折扣算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所以我们就把折扣把它贴标签 就是例如说有打个9折的 好 那就是折扣是0到0.1之间 还有0.1到0.2 那就是打可能是8折 8折 好 或者是0.2到0.3 那怎么做到这件事情呢 所以滑鼠右键 在这个地方请选新增资料行 因为我们必须要把所有的折扣 全部都建立折扣的分类 好 所以在这边就输入折扣分类 在折扣分类里面 那最简单的分类就是用if来划分咯 我们的折扣最低就是0 0就是没有打折 所以输入if 然后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加上下方向键 他现在就已经找到了if 然后点tap键 那接下来我要找到这张资料表里面的折扣栏位 所以用一撇来呼叫 当你输入了一撇 然后上下方向键 我们再去找折扣 折扣如果是小于 0.1 0.1那就是打了九折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内容建议折扣用小于等于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是0到0.1这个分类 所以因为我要呈现分类 所以0到0.1 所以请上下 请要加上面要加两撇的那一个分格符号 然后接下来 然后接下来if 一样 这就是我要的 我要的函数 然后tap键就上去了 而且他会自动帮我加这个左刮符 那我一样要输入 这里面的一个折扣栏位 当作是判断 所以用一撇来呼叫 折扣小于等于0.2 然后这个就是这个分类呢 加一个逗号之后来去放 成立的时候这应该是什么分类 0.1到0.2 这个分类 所以再加一个逗号 然后接下来就是if 来做第三个if 我们预计要写到0.5 当然你也可以写到 例如说1.0 好 但是记得哦 没有人卖0元的销售 好 那应该叫做正品 好 那我们接下来来去观看 就是输入一撇if 然后type键 然后一撇来去呼叫 折扣小于等于0.3 这个内容 这个分类就是0.2到0.3 f 一样 type键 一撇 好 来去找折扣 小于0 小于等于0.4 再稍微检查一下 小于等于 0.1 小于等于0.2 小于等于0.3 小于等于0.4 逗号 然后这个分类应该是 2.0.3到0.4 好 好 那当然if 再继续去输入 一撇 来去找 折扣 小于等于0.5 逗号 那这个分类就是0.4到0.5 那剩下的 剩下我就直接归类到 0.5以上 然后 这个地方要输入 右刮符咯 右刮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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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ter 这样子我们就做好了折扣分类 建议 在画这张图的时候啊 好 我们 我们去把这个 关键 影响因素 复制 页面 叫做 关键 影响 因素 分类 应该是 我的变数 全部都要改用 分类 分类 像我这个 这个 表的 折扣 这个表的 折扣 我就可以把它给 关掉了 稍微注意哦 它这边自动算出来是折扣在 0.1以下 那就是0到0.1 这个分类 那我们等一下来去看 它是不是还是存在这么高 因为我们做了折扣的分类 所以我们把折扣分类加进来 记得折扣分类 你可以打勾 它就放进来了 它这边 渊然告诉我们说 这个折扣分类为0到0.1 它的一个什么 它的一个分类 0到0.1 分类是蛮高的 分类是蛮高的 所以这边 其实没有很大的改变 那我们接下来 把地区给关掉好了 地区 还有产品名称 因为它实在太多了 类别销售额 好 类别关掉 那我们继续来去 类别关掉 我们继续来去观看一下 针对 针对 现在这样子一个内容 销售额 销售额 我们来去看看 销售额 假设我把它去分类 好 滑鼠右键 然后新增资料行 然后接下来 销售额分类 销售额分类 一样用 if 然后 对 就是它 所以 tab键 一撇 来去呼叫 销售额 销售额在门下面的销售额 tab键 上下方向键 找到销售额在tab键 带上去就好了 如果销售额 因为销售额 我们这里的销售额都是正确的 它都是大于零 所以呢 销售额这边是 假设我定买一百 好 例如说 小于等于一百 然后这个是 零到一百 这个分类 再来if 好 为了节省 所以我通常会把这前面整个复制 然后贴上 然后把它改成 例如说到五百 因为是超市 所以给它的间距 不要设得太大 好 例如说一百到五百 然后再来贴上 假如这边我就设到一千了 一千 好 那这边的话 应该就是五百到一千 然后接下来 这个到五千 因为超市的话 我想那个 还是以单价低为主 好 所以超市 超市这边 假设 销售额这边 我设到五千 所以这个应该就是 一千到五千 接下来就是 五千到一万 五千 五千到一万 然后再来一个五万 那这就是一万 到五万 到五万 那这就是五万以上 好 然后又刮腐又刮腐又刮腐 其实主要就是在用if来去做分类 那这个时候 那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先看一下 原本这边所呈现的销售额 销售额 它这边要很高的销售额 就是本来 它这边是写说高于两万六 高于两千六百零九 高于两千六百零九 好 那这边 二六零九点八四 就是高于两千六百零九 它的一个利润 它跟高利润是比较有关系的 好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来去把销售额分类勾选 销售额分类打勾 然后原本的销售额就可以关掉了 这都会加速它计算的一个效能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折扣为零到零点一 好 这跟高利润是比较有关系的 再来就是销售额如果是一万到五万 它也有五点五八倍 所以这意思就是说 就是销售要很高 一万到五万 好 当然稍微低一点有五千到一万 然后还有一千到五千 所以意思就是说 跟高利润有关系 跟高利润 高利润有关系的是什么 好 是这个销售额高 销售额高 你看这边所写的就是说 当销售额分类是高 是高销售额 一万到五万当是属于高销售额了 利润分类是高利润的几率比 比其他销售额分类的所有其他值都高出5.58倍 好就是这个值啊 跟其他来去做相对的比较 它其实出现很高很高的这一个情形 那其实还有它还有它 那比这个低的它就没有画出来了 好你可以发现这边就没有呈现 那除了这边可以看到 折扣销售额我做完了 我做完了这个贴标签 好这都是等一下下一步 我要去进行所谓的一个分析 分析很重要的一个重点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观看一下 这边除了销售还有数量 数量它这边是说买的量 如果是超过5 超过5 它这边有2.2倍 那如果是3到5直接就降下来了 降下来变成多少 1.23 这个3到5的话就降下来了 那其实1.23就 因为我们是一个对应 有多少倍的一个差距 其实例如说成长 成长例如说10% 那这个倍率就是1.1x 所以其实等于成长一点点 可是相较于这一个部分 如果是超过5 它的意思就是说 它的一个比例项面 就是差很多倍 差了2.2x 也就是2.2x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去把数量也做一个分类好了 滑鼠右键 一样针对这个数量新增资料行 然后接下来就是数量分类 好 那一样 F 一撇来去呼叫数量 数这个字在这里 如果数量小于等于1 因为至少满一样 好 然后 这个分类就是0到1 那接下来呢 这是2的话 那就给它2 3 数量为3 4 5 我们再多做一点好了 因为我想超市里面 买6样7样8样 可能会比较少一点 好 例如说8 所以这边这就是6到8 或者是我们就只输入 然后9以上 6刮骨 好 那我们现在就把刚刚放进去的这个新增加函数 数量分类勾选 然后我们就把原本的这个数量就拿掉 好 从数量上面 他告诉我们了什么呢 数量 这边是销售额 销售额分类 销售分类 数量分类 数量分类 如果为9 up 好 就是9 买越多 买越多 好 买越多跟什么有关 跟高利润是有关系的 这都是知识哦 这真的都是很重要的知识 像那个我们去做客户关系管理的时候 跟我们购买的次数 跟我们公司购买产品的交易金额 跟我们公司购买的交易频率 这些都是在计算客户关系管理很重要的重点 好 那我想这样子来去做分类 然后快速去产生这个关键影响因素 这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那也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说 折扣啊 折扣 折扣真的不要打 好 如果打折扣的话 我们就会影响到高利润 好 它的影响还蛮大的 通常超过1.8倍 我就觉得已经算很大 这已经到了12.9倍 好 那接下来就是销售额 还有销售的销售额 当然是超过5000 超过5000 那个影响就很大了 还有数量 数量要9个以上 9个以上 它的影响是很大的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知识 举例来说 像电力商店 这家公司它的一个策略 它就会变成 变成说 希望鼓励消费者买一罐饮料 还是两罐饮料 当然是买越多 利润越多 所以他会希望客户买两样 两瓶饮料 那怎么样 可以让他买第二瓶呢 因为通常我们买一罐 喝完我们再去买第二罐 那怎么样可以让他变成说什么 会再买第二罐呢 例如说我们就用打折的方式 打折扣的方式 但是对于这家公司 你说不可以打太多折 那就要再去思考你下咯 好 那想想看 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让这家公司 这个便利超市 能够就是销售而增加 对不起 销售而增加 以上就是分类 记住变数 变数我们做了分类 然后去做一些关键影响因素的计算 效能会提高很多 而且通常我们也很需要 这些分类分类的一个表现结果 请各位现在动手做做看 其实在这里面应该有刚刚做了折扣分类 销售额分类 数量分类 各位也可以去想一想像我们这里面 那个指类别 它也是一个分类 好 例如说以类别 类别就是主类别 那它在这个地方 这个类别为技术 类别为技术 就是这三种里面 类别为技术 它可能它所产生的高利润是最多的 但是各位应该记得 就是说 那个这家公司主要主力产品是 家具跟办公用品 然后这边的技术才是获利来源 这边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请现在各位动手练习做一下啰 接下来我要跟各位分享机器学习 这个部分要先谈的是分群的部分 那如果要谈机器学习的话 我们其实应该要先 更正一下 那我现在应该要先做所谓的分析 分析 好那我现在想跟各位分析 讲解一下分析里面的经营法则 对于这家超市来说 我们刚刚已经得到了很多 就是说要得到高利润 好那怎么做 其实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方法 例如说打折只能打到一折之内 也就是说可能我们会鼓励说买东西 满足客户的一个就是说消费心态 希望打越多折越好 但是我们在这边不是不打折 只是打得很低的折 作为这样一个对策 好那对于这家公司来说 我们应该更关心的是 他的经营的模式 所以我们现在 我想要继续来跟各位来去分析 分析 他的一个经营法则 那我们现在就来观看一下 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的一个经营之道 所以我们一样先把这个 这一个页面复制 好这边应该叫做分析 那这张图我就先把它delete掉 好怎么做分析呢 其实首先我刚刚曾经画过这张图 我们先来做散布图 散布图 散布图的话 首先第一件事 空白地方点一下散布图 这个散布图的内容呢 我的X轴应该是销售额 我的 我的这个Y轴应该是利润 好那我们来去看一下 我觉得比较容易看懂的方式是 我先拿纸类叠 纸类叠 来去做讲解 好然后X轴是销售额 销售额 然后这边就可以看到好多个点 再来我的Y轴 Y轴的话是我的利润 好所以勾选利润 那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 其中我想给各位观看一下 当我们今天只分析高利润 就是说这家公司这家公司的一个商业模式 好其实你可以透过趋势线 透过趋势线 那我们就来稍微解释一下 散布图为什么可以找关系呢 因为这是一个数值轴 这也是一个数值轴 我们可以在坐标上面去勾露出XY所表达的数值 然后这些数值之间存在的关系 像例如说这边我们看到一条趋势线 这就是他这些点所要表达的关系 好那这个概念叫回归 最近很有名很经常被大家讲到的 校正回归 好其实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回归 什么叫回归呢 就是这个点 这个点贡献到这条线 好这个点贡献到这条线 他彼此之间他是有差异的 然后把每一个把每一个的这个贡献程度 其一化 我们可以画出这一条线 这条线呢就叫做趋势线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回归 好你看一下假如我们现在我们要去谈这家公司的经营法则 我们来去看一下高利润 你有没有发现好像这样子画出来的结果 他比较接近比较接近这条线 你看这好多点几乎都在线上 这个就在线下 这个这个就在线上 线下 那到底线上好还是线下好 你看哦 你看在这个地方 我们希望利润越高越好吗 所以当然是线之上来的好 而且这条线告诉我们的意思就是销售额越高的时候 利润越高 好 那这个点告诉我们就说 他这个点应该销售已经这么高了 他应该利润要到这个地方 结果他没有达到这么高利润 也就是他还有很大的一个进步空间 好 那如果我们现在单独分类来去看负利润 各位负利润 负利润 负利润意思就是说 这边都是小于零的哦 才叫负利润 负利润 当然销售越高 负利润 负利润 这个这个利润越低 销售额越高 利润越低 好 这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 如果说我们把所有的负利润来去观看的话 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当销售额越高的时候呢 好 销售越高 他的这个负的利润越大 好 所以他画出来就是销售额跟利润是成反比 那一般呢 一般一定也都要成正比 如果说卖越多 然后负利润越多天啊 那这样的话不可能再继续去营业下去 好 亏本的生意没有老板愿意做 那我们来看一下 当我们今天资料量越多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距离 这个距离 有没有 好 就越来越大了 那当我们资料量 各位应该知道一家公司这个水高利润的资料只有16% 它是比较相对接近于这条线 还有这条线请稍微注意哦 这条线的斜率跟这条线的斜率绝对不一样 你看刚刚这边 这边0.4个百万呢 好 也就是说1.5个百万 这边就要0.4个百万 单位都是百万 那这边呢 对不起 我觉得这样讲 可能会我们就拿那个0.5个百万 这边的利润是多少 是0 这边0.5个百万的销售额 那就是50万 50万的销售额 这边是多少 这边是 大概是0.13个百万 那就是13万 就是50万 50万的话 50万销售额就会有13万的利润 那我们来看这个 50万 50万在这里 利润 利润在哪里 利润 它只有达到60个千 那就是6万 6万 跟刚刚13万 其实是不是少了一倍 好 所以这两个持率 根本就是不一样的 好 那我现在我们大致上 大致上 了解 散布图 找关系 找关系 那可以发现 第一 高利润 销售额跟利润是正相关 再来 一般利润 一般利润是销售额跟利润 也是正相关 那当然我只是要强调讲一下 利润我们只要是负利润 我们都应该要去清查 为什么是负利润 好 那我们在 在做利润分析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按照正常的方式 也就是说利润 利润 利润 至少要大于零 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要追寻的是销售额增加利润增加的这两块来去看它的一个差别 好 那我们那个至于说这个负利润我们就暂时不去看它 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的这个正常来说正常来说它是属于什么 正相关 那这种情形呢 不管我们换成是地区来去看或者是国家来去看 产品来去看 它的得到的结果都要是一模一样的绝对不会有改变 举例来说我们现在看的是纸类别可以发现销售额越高我们利润越高 那如果我们今天不要看纸类别我们来去看地区地区 所以一样可以看到这个关系的存在 然后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关系来去找你看在我说线上来的好线上来的好就是中南地区来的好 还有华北地区还有这个西北西北是相对比较没有问题的 但是像这个偏离特别多的像这个离开特别多的这个东北地区 这应该就要去好好的检讨讨了 那除了纸类别我们来去看客户好了 客户把客户的ID 客户的ID翻到详细资料 好 所有客户所呈现出来的的趋势线也是正相关 那当然我们就想要去找出来这个零这条线以下的所有客户啰 对吧 好 这就是当我们今天要去做客户关系管理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只看 只看这两类 例如说假设我有新产品发表 我只要给这一类的客户 这一类的客户哦 那如果你通知到了通知到了这一类的客户 好给各位来去看一下 就是假设我们今天通知了这些客户 天哪到时候会导致什么结果 亏很多亏很多钱 所以有新产品发表的时候 记得只要通知这一类的客户 就是高利润高利润的这些客户 好 其实可以可以这样来去看一下 就是说针对这个客户 客户ID来去做分类 对不起 应该是针对利润分类来去放在土力这边 意思就是说 当我今天我有新产品发表的时候呢 可以通知这些客户 这些客户 好 那千万别通知这些客户 好 甚至这个零利润 零以上的客户 我们都可以通知 这个就不要通知了 好 这是所谓的一个分析 分析 好 那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分析 因为刚刚我们在关键影响因素的分类里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销售额它排在第二高 第二高 除了折扣 折扣 好 那我还是想要刻意来去分析 分析什么 分析 刚刚不是有所谓的数量 折扣 销售额 折扣不是很高吗 好 所以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 可以就是换一个变数 好 换什么变数呢 我们把就是这个利润 利润换成是折扣 好 其实我们先看大方向好了 图利 先关掉 好 其实我们的折扣 折扣 大致上是这个样子 折扣 折扣 折扣要用均值 折扣要用均值了 因为折扣要在0到0.1 好 这个是公司或比较高的获利 那如果折扣 那如果折扣越高 我们的获利 获利就下降 所以销售额 销售额越高 我们给予的 给予的这边 所呈现出来的折扣的情形呢 它其实是下降的 所以这家公司比较特殊的特点 是在这个地方 销售额很高 可是没有给比较高的折扣 反而是这边销售额比较低 有给予就是比较高的折扣 那销售额我们也会用平均 就是针对所有的客户 针对所有的客户 好 我们大概 那个销售额与折扣之间的关系 是呈现负相关 就是销售额越高 折扣没有给 那就去思考一下咯 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可以怎么样应用到 我们的商业的用途 应该理论上是 比较销售额高的客户 我们才会给折扣 结果都是给了可能是零售 就是销售额少的人是属于零售商 或者是一般的消费者 这是提供这张图所呈现出来的意义 所以当我们今天知道了关键影响因素之后 它所呈现出来的内容 其实我们可以透过分析的机制去理解 这些的例如说最有影响的折扣 它是落在什么样的一个族群 然后对我们的政策 是有很大的帮助 那我想这比较不容易理解 我还是把就是销售额跟利润的关系呈现在这边 你自己也可以回家去看一下 那个利润与折扣的关系 我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地方销售额的平均 我们换成是利润的平均 我们不能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个这是零 这是零 好就是没有利润 没有利润 有利润在这个地方 没有利润在这个地方 你看没有利润 没有利润 当折扣很高的时候 这边是没有 这边这边 这边叫做负两千的利润 这就是问题了 就利润已经是负两千 还给他这个零点四的折扣 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吗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 好那以上是提供给大家那个分析 进一步分析 当我们看到关键影响因素的分类 我们要进一步的分析 这绝对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好那 顺便去找出来 有影响的 有影响的 像这个点一定要去找 你看利润 负1905 而且 而且折扣给他0.4 这个也很夸张 这个利润是负918 给他打到4折 60%的折让 其实是很奇怪的事情 你们说对不对呢 好那通常这些0以下全部都应该是我们的 我们的应该要去做一些分析的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利润 利润0 0 左边 几乎都有打折扣 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 好提供给大家参考 这以上就是所谓的分析 我从分析面 我从销售与利润 得到公司的经营法则 那个趋势就是 希望增加销售额 以及利润 到什么地方呢 到这个所谓的一个利润 与折扣 它是负相关 那这些 这些应该很快就可以让我们找出来问题 然后针对问题来去想办法解决 像例如说 这些是落在什么地区 这些是哪一些客户等等 这些 好提供给大家参考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观看的是 视觉化分析机器学习的重头戏了 在机器学习的一个领域里面 其实它还是源自于统计 统计其实是源自于数学 好 那我们先来观看一下机器学习 机器学习 这边就要讲到一个很重要的 很伟大的一个人物 机器学习 人工智慧 应该讲说机器学习吧 因为 因为 当我们现在讲那个 谁最早提出来 这件事 机器 机器会学习吗 好 其实它 这个人就是 这个人就是 在这里 A.M. Turing 好 它的A是Alan Alan 然后 Turing 后来我们就把它直接翻成 图灵 好 所以为什么要叫图灵 原来是它的名字 它的名字 好 其实机器学习嘛 它在它的论文 第一句话里面 它就写到说 Can machine think Can machine think 它的意思就是 机器能够思考吗 这边所指的机器 当然就是指我们知道的电脑 然后当它提出这件事的时候呢 它必须要通过 通过一个叫做这个Game 这个Game 太有名了 所以干脆 大家就把这个Game 叫做图灵 的 也不叫游戏了 它叫做测试 好 图灵测试 那 要通过了图灵测试 才能够说明 这台电脑 它是会思考的 那所以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 人工智慧里面的 Turing Test 图灵测试 图灵测试 简单的说 它在这个地方 它在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人测试员C 测试员C 它要来去辨识 辨识说 这个得到的答案呢 它如果无法辨识出来说 这是机器回答的 还是人回答的 这个时候通过了 无数次 无数次的结果 我们就可以说 它这个机器会思考 那所以这个测试员C 它要把所有的问题 分别去问 这一个机器A 跟测试员B 这个是人哦 因为人工智慧 当然就是机器 要像人一样的聪明 机器要能够像人一样会思考 好 所以呢 我这边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 这个测试员 他接下来 他就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问 说 请问今天的天气如何 他去问了机器 他也去问了这个人 那我们来听听看 目前iPhone手机 Siri 它是机器吗 它怎么回答的 好 我实验做给你们看 Hey Siri 请问今天的天气 目前晴暖前31度 下午开始的天气预报为晴游有云 气温会从31度下降到今天晚上的26度 这是机器的回答 一听就知道 你不信 你可以随便去问你隔壁的朋友 同学 老师 或者是任何一个人 你就问他说 今天天气怎么样 我想他可能 因为他是人 他回答说 今天很热啊 不错啊 他绝对不会告诉你说 今天温度摄氏几度到几度降雨几率多少 好 所以这边我们一看 我们就知道 这个Siri啊 还有很长的一个进步空间才能变成AIO 好 那而且呢 如果说有一天Siri 他也是直接回答你不错的话 好 那你这边不是只要通过了一道问题的回答 你要通过每一道问题的回答 好 那因此你要知道说 当我们今天在做Machine Learning的时候 让机器能够思考 我们机器必须要把每一件事情全部都做过测试 举例来说好了 你知道如果如果要让机器能够自动驾驶 那你可以想见他有很多很多的一个关卡都必须要能够跟人一样能够去去做辨识 什么时候该停 停的状况有非常多种 看到红灯要停 看到人要停 看到墙壁 要不是看到墙壁 就是我们前面如果墙壁要停 如果我们那个就是回到家的时候 我们要把车停在适当的位置 反正有非常非常多种的情形都要去满足 那你觉得说在这样子一个过程 其实我们需要花非常非常多的那个就是人力还有财力还有电脑的运算 所以呢我们会利用类似像人类的一个穷举 这种方式之外的叫做归纳分类 归纳分类 好 那在归纳分类里面其实就是类似像把它整理起来 然后分门别类 然后去再进一步的去做这个类别的统计分析 好 这其实就是很有名的视觉化里面的出力化分析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把过往的历史资料 好 来去每一个的变数 如果你要去做分析的话 这些变数都必须要先做一个分类 然后我们去找出各个分类的特征 可能会找到很多很多的特征 这我称之为叫知识 然后这些知识 这些知识经由一个运算模式 运算模式可以帮助我们去做预测或分类 那我想最简单的应该是这个线性回归做预测 线性回归做预测 举例来说在这个地方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那个SBP跟DBP 它其实应该存在一个关系 然后当SBP高的人 可能他的DBP也跟着高 尤其是在那个脑中风的病患里 我们看到了这个现象 就是说当SBP要高 高到多高会导致DBP也提高 高到多少 然后这个背后数学 因为两个都是数值 所以我们可以做数值的一个计算 找出它的一个关系 这个关系就是线性回归 线性回归 也就是用SBP来预测DBP的模型 好 那 那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是只想跟各位简单做一个分类的讲解 就是在做机器学习里面 我们大致上 针对如果你拿到的是 那个一堆的数值 好 那其实我们可以去做线性回归 那如果说我们拿到的是 已经做好的类别 好 举例来说 像我们针对那个 性别的一个分类 我们已经知道他是男生 是女生了 那当我们今天 我们来去猜 来去猜 就是小朋友 小朋友 那个得 就是 可能是男生还是女生 的性别分类 或者是说我们已经知道脑中风的类别 有什么 有脑溢血 有脑梗色 然后我们就可以来去猜一猜 这种到底 假设今天看到一个病患有什么特征 他是脑溢血还是脑梗色 好 那所以这个地方很有名的就是决策术 很多个决策术我们就可以去做随机森林 以上等等的这种分类 所以今天我就只想介绍就是 对了 因为我今天没有要介绍决策术跟随机森林 我要介绍的是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 我根本就不知道说他是什么分类 由电脑随机来去算出来的一个分类 这种叫做非监督式学习 非监督式学习最有名的就是分群 分群 那等一下我就是要介绍回归跟分群 给各位了解 clustering就是分群 那我们现在先做分群的讲解 为了让各位去了解 所以我把分析复制出来 这张图我重画 这边我要去做一个分群 因为分群其实也很简单做 可是我觉得要让大家先懂分群 分群首先我不知道类别 举例来说各位我们刚刚 我们刚刚就是 针对利润 我们已经做了分类 好我想这应该没问题 可是如果我们针对那个子类别 子类别 我们公司有很多的类别 有三个类别 三个类别又可以再细分为17个子类别 这个子类别有17个 针对这17个子类别 我们如果想要知道说 它的一个就是销售利润分析的分类 那请问一下可能会分成两类 三类或四类 这我不晓得 好反正没关系 全部都丢给电脑来去算 也就是说假设我今天我透过 透过什么 透过那个销售额跟利润 我想要去做所谓的子类别分类这件事 所以我不知道它该分成几类 这叫非监督式学习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一样因为我有两个数值 一个是什么销售 一个是利润 好那我以子类别 子类别来去做详细资料放子类别 然后接下来我的X轴是销售 而我的Y轴是利润 好我们大致上可以看到成这个样子 就是这边我把每一个都呈现 都稍微放大一点点来去给各位观看好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格式里面把资料 把这个图案这个原点稍微设大一点 然后还有就是资料的类别的标签也打开来 稍微大一点的字也不用很大 好例如说12 所以我们大致上看到 这1712345 我们稍微看一下总共几种 卡片 然后子类别 把子类别改成相议计数 所以总共17个 17个子类别 好 那在子类别计数17种里面 我们大致上可以画出来 它因为是销售额跟利润 其他就存在这一条线的趋势线的一个关系 那现在呢 我想我想把这个 刚刚是用图例的方式 就每一个给它一个颜色 好 这其实也是分类 那我能不能依照这个销售额与利润 让电脑自动帮我来去做分类 例如说 这边 这应该叫做什么 高销售高利润 那这边呢 应该叫做什么 低销售低获利 那例如说 这边应该比较属于像民生用品 这边应该是属于公司的一个 就是高 主力 主力的商品 好 那我们来做分群 分群非常简单 它用机器学习 Clustering 它的演算法叫K-means 好 所以我们 K-means其实就是用那个 例如说中间有一个原型 来去算距离的远近 好 我等一下 算完 电脑算完 我再跟各位讲解 首先 在这个地方 这右上角 右上资料 这个统计 视觉化 报表的右上角 点点点 更多 里面 然后选 自动寻找重极 然后 就只要确定就好了 就这么简单 结果 电脑自动帮我们算出来 分 两 群 分两 群 也就是说 假设这边有一个 中心 有一个中心点 然后 这边也有一个中心点 你可以发现 你可以发现 就是说 假设这个 这个椅子这边的 这个中心点 它 从设备到椅子这边的距离 跟设备到 假设用具这边有一个中心点 那当然这个距离是比较近的 所以它就把设备归类到这边了 好 那我们来看 桌子 桌子 桌子它会把它归类到这里 还是左下角这一群 当然是左下角 因为距离 距离这个用具 这个中心点会比较近 距离桌子 距离椅子 这个中心点比较远 所以它就分类在这个地方 好 当然 这种 以中心点 以中心距离远近来 当作是分群依据的方法 不是很好 但是至少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它分群分的还不错 好 至少 至少它把就是高获利的 跟低获利的 它成功分成两群 而且 而且当我们用分群来去做 判断的时候 高获利这一群 我们应该要继续发展 发展什么 例如说 设计变更 要增加新功能 或者是 再增加一些 更符合人性要求的 高智慧的一个产品 或者是 或者是打广告 那 像这些 应该是属于 低获利 低销售 好 可能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不太适合 再继续去 做一些什么 新的设备 设计变更 或者是打广告 这就是分群 不要小看分群 像在医学 现在我们 我们是不是希望说 能够把那个病患 像例如说 新患病毒 所造成的那个 这样子的一个 很类似感冒症状的人 赶快先分开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子的话 医院能够解决 我们的医学上面 就是病患的一些问题 我们现在应该要赶快 先想办法解决这个 新冠病毒 所给我们的影响 比较重要 那如果是一般的感冒 发烧 如果我们可以成功的 把它分群出来 那这样子的话 我相信对医院的一个 容纳病患的量能 才能做有效的一个安排 好 那 这边 这边还要讲的是 假设你今天 不要做 因为不要做分群 也就是说 假设你今天 你分群 你觉得你做错了 好 那 你这边 就 假设想要再重新做一次分群 指定分成三群 或四群 这个时候怎么做 这边就不能再做了 你必须要先把这个 子类别 重集 先 叉叉 在图例里的 这一个 分群 贴标签 先把它 给删掉 好 然后 如果你还要 拿回来的话 在这里 它自动已经创造出来 这个函数 你就只要把它 再拉回来 到图例就好了 那我们现在来 分成三群看看 自动 寻找 重集 或者是四群 我期待 希望 假设我分成四群 这个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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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点选 这张视觉画报表 右上角点点点 这个更多 然后 二 点选 自动 寻找 重集 然后在 重集的数量 请输入 四 然后点选 确定 它用颜色 来去划分 所以我们来去看 它认为 这还是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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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接下来 这个是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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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张表上面 针对这个资料点的一个排列的方式 它认为 这样子分成四群 但是我会认为说 这群跟这群应该蛮接近的 然后 这个 这一个收纳具 我希望把它区分出来 因为它是一个 公司模范产品 而且在 所有主要产品里面 它应该是最重要的 那当然 在 这个远离这条趋势线 这边有一个桌子 这个桌子 其实假设你把它做成五群的话 它应该就会变成独立的一群了 好 你可以去试试看 好 那 这是分群 机器学习里面的非监督式学习 就是我不知道说 它应该要分成两群比较对 还是分成四群比较对 可是 我们应该要挑战更多 一点的数字 例如说我们针对那个产品名称来去做 来去做自动分群 这个意义就更不一样了 好 就是我有更多的 这个自动 更多的客户 对不起 更多的产品 好 然后来去看看能不能把这些产品依据 依据什么 销售额以及利润的表现来去把它成功的分群 好 所以这个地方分群 分群 去做复制页面 那这个分群是指分群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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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那我们针对这个产品名称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产品名称我们先把这个图例拿掉 好 因为它分类的是纸类别 然后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纸类别从详细资料这边也拿掉 我们把产品名称产品名称呈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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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 的一个产品 那我想要 知道说 他分群他可以把 公司每一个 产品区分成 例如说 高销售高 获利的产品 跟什么 例如说没有获利 的产品 这对于可能 生产制造部门 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那要看他到底分得好 还是分得不好 那因为他的产品名称 太多了 所以其实也不太适合 把点放这么大 所以稍微我缩小一点 缩小一点 然后接下来 我们现在就来看 他的自动分群 好 所以点选 更多选项 这个视觉化报表 右上角的更多选项 里面的 自动 寻找 第一次我们通常都是按照这个产品名称 然后自动 自动 重击 所以点选确定 我觉得还是要给各位看一条线 我们才会知道说 他到底分得好 还是分得不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把趋势线画上去 还有利润的零这条线画上去 这是方便我去讲 这是方便我去讲Y轴的长竖线 然后麻烦Y轴设为零 颜色 设为红色好了 好 好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家公司的所有的产品 所有的产品 那我想这个地方的蓝色 还有这个地方的橙色 其实是不好的 这应该我们可以理解 好 就是说只要是这些都不好 然后这个蓝色代表说有获利 只是获利是比较小的 可能是属于名声用品 然后这边稍微多了一点 稍微多了一点 然后这边是不是紫色 紫色 当然这个分群 这个分群 它的中心点我拆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中心点它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边稍微比较短了一点 这边稍微比较比较长了点 所以它把这个点分类成它 好 那 我觉得它这样子的分不是很好 所以我刻意先把那个 如果利润是小于零的 我希望它作为一群 所以怎么做这件事 好 首先 首先在 我把刚刚的利润 利润的分群这边图例 我先把它关掉 然后接下来针对这一个视觉化报表 利润小于零的 我先把它给过滤掉 这边过滤掉 所以小于 这边应该要改成大于 因为它的筛选工具是 是符合条件的留下来 好 所以利润要大于零 因为我觉得只要利润等于零 我都想要把它归类在什么地方呢 归类在就是说另外一个需要调查的分类里 然后接下来针对这样子的内容去做分群 否则的话 其实那些没有获利 它其实是属于干扰 干扰获利的分群 因为在Canning's里面 它用的是距离远近 所以我的想法是说 把那些获利为负的全部视为是一群 那些都是需要特别来去调查的 那这边 这边我们就要来去看 高获利的分群 所以点选更多选项里面 自动寻找重集 然后一样点确定 它认为在有获利里面 它分成这是一群 然后这是一群 这是一群 意思也就是说 这是有高获利 高利润 这边是中销售 中利润 这个就是低销售 低利润 而且我认为它这样分是合理的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它是不是分成三群 再把这个利润 本来刚刚我们做 把那个利润零以下都过滤掉 这个时候把它给拿回来 也就是不要去做三选 利润的三选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分成四群 四群 那分完四群 分完四群 你当然希望它 希望它是所谓的一个 就是说 如果它是群 从级一的 从级二的 从级三的 从级四的 其实我们可以针对 可以针对这个分群 分完群之后的结果 来去进行一些资料分析 资料分析 举例来说 我们刚刚针对这个 这个是针对产品名称 从级二的分群 所以这个地方 群组织条图 产品名称 从级二 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 产品名称 值 好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从级一 从级一 是指 什么 左下角那一块 从级二 从级三 从级四 我们用 用图例来去呈现 好 所以我们这边 大概知道说 这个 这个 里面 四个从级里面 谁 从级 最 多 以这个 这个蓝色 从级 最多 再过来 就是橙色 好 把资料标签的字 稍微设大一点 好 我们把图例搬过来 然后 接下来 再 接下来就是 这个 从级一 其实是这一个 然后 所以 这个地方 我们 就 暂时先用 指定的颜色 指定的颜色 这边 资料色彩 例如说 全部都打开 从级一 从级一 蓝色 从级 这个 这个 是 这个 这是三 从级一 从级三 从级二 这是 从级三 所以 从级三 是橙色 橙色 反正颜色都在 最上面那一盘 这个 这个是 从级二 从级二 是深蓝色 再来 这个 空白 就是刚刚 我没有 让它来去分群的 这个 空白 空白 就是紫色 好 这样是不是就对应到 让我们可以知道说 假设 我今天 我想 我想要去看 去看什么呢 从级一 从级一 它的特征 点堂 从级一的特征 可以发现 它其实在各年间 利润的表现是逐年上升 只有空白才是逐年下降 空白 然后再来就是 从级三 从级三 从级三就是指这个 高利润 高利润 然后这个 从级二 从级二 它也是上升 所以从这边 其实我们来去看一下 从级一 都是 几乎都是什么 都是一般获利 从级三 都是什么 大部分都是高利润 空白 就是这些了 负利润 那为什么还有很多是这个 那就是 零 零 的部分 好 那 所以其实 我这样子 不晓得 可不可以让你理解一件事 其实 这边 分群 我觉得它分得还不错 提供给你参考 记住哦 记住 其实我觉得 这个 这个地方 有一半 应该是属于高利润 这边 是属于高利润 这个地方 有一半 或者是 更多 是属于这个 地方 而且 很大的一个特色是 这边开始 有没有看到 就没有那么密集了 好 所以这也许占四分之一 剩下四分之三都在这里 它都应该是属于一般 所以如果 真正 真正比较好的一个分类 应该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是一群 这个地方 是一群 然后 这个地方是一群 好 那当然 这个地方 就是另外一群了 好 提供给大家来去 思考 这就是机器学习里面 所讲的 分群 分群的重要性 好 好 这就是机器学习里面 这就是机器学习里面 接下来我要跟各位分享最后一个主题 好,这个主题呢就是机器学习里面的预测 这个predict应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举例来说像公司这家超市公司 他会想要知道说这个利润 他下一期,例如说2017年的第一季会是多少 或是一月表现是怎么样 二月是怎么样,三月是怎么样 其实像例如说现在医院量能 能够容纳病患的量量能 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数字 就是当我们今天,我们很想要去预测 如果是在,例如说该县市新冠病毒确诊的人数 一百个人的时候,好,那医院能够容纳的那个量能 是多少来做预测 那两百个人,三百个人,五百个人,一千个人的时候 医院能够容纳的量能是多少 那对于一个公司来说 那如果说利润一直不断在增加 是不是相对的可能会导致 就是说有很多种情形 生产线要增加 因为销售,销售增加 利润才会增加 那销售要增加 一定要你有足够的生产的产品量 然后,那这个产品是不是要生产制造 所以相对的,我们也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去理解 预测,预测 未来应该要 假设希望达到多少的一个利润 那我的一个销售额应该要多少 好,或者是说 我们来去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预测 下一期的利润 是成长还是跌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他预测要怎么做 预测 首先 首先我想把 我还是 把这一张图复制好了 这个页面复制 然后把这 这边删掉 首先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如果我想知道各期 我要去做预测 他的利润 所以你至少要先知道 那每一期的利润是多少 我们至少要先知道历史的资料 好,那我们就先把各期的利润 画出来 所以折线图没问题 而且一定要能够画折线图 折线图里面 里面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时间 时间是定 单日期 定单日期 好,目前单位是各年 他的利润 所以我就取利润的总和 如果以各年来去看 利润总和 他是这样成长 那如果说你很单纯 只有四个数字 例如说 第一年是一 第二年是二 第三年是三 第四年是四 我想你会猜 下一年 2017年 那就是五楼 好,我想这样子 我的猜法应该是很直观的 可是这样子是不是就会产生很大的一个gap 就是跟猜对或猜不对 有很高的可能性是猜不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期数太少了 那怎么样增加期数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连续的数值 连续 连续 向下探索 这个功能 现在变成 这是2013年第一季 2013年第二季 2013年第三季 2014 2013年第四季 2014年第一季 好,依此类推 这样变成 刚刚是以年来算是四年 现在四年 现在已经变成16季 16季完毕之后变成什么 好,当然我就要变成 所谓的 对不起 因为16季还不够 建议应该要超过30期 所以我又再继续向下探索到月 所以这是2013年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好,依此类推 这都是2013年 各月份 而且是连续呈现 那接下来 这条线虽然可以看到 它隐隐约约 是这样子的一个趋势线 可是我觉得这个趋势线 就会比刚刚的 这一条趋势线来得准确了 好,所以我们一样 先把这条趋势线先画出来好了 趋势线 好,记得吗 刚刚好像从这个地方 我要画到这个地方 那现在呢 现在呢 相对的 好像在这个地方 就有明显的向下修正 好 这个期数越多 算出来预测的结果 当然越精准 那我们现在也只有48期 把这张图稍微改得清楚一点 我们可以用 用这种方式来呈现 例如说 格式 视觉效果中的格式 然后 以图案 假设我希望 因为它折线嘛 所以线条出一点 然后 标记 我想要清楚一点 标记 所以把标记笔线来得出 所以我设到10 还有阶梯状打开 嗯 这样子感觉就 感觉好像就是 高高低低 起起伏伏的变化 比较 比较 我们还可以再看到 有没有连续 就是小小的微幅上升 还是大起大落 主要就是 用这个阶梯状 可以看到 这样子的 视觉效果 而且这样图 好像也比较好看 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 再继续来去观看 嗯 因为想要做 预测 预测什么呢 这是2016年 第四季的12月 December 12月 那我们是不是想要预测 2017年的1月 请问你觉得2017年的1月是涨还是跌 涨就是比这个跌还要高还是还要低 这就是我们人要先猜 好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会觉得我会猜会低 为什么呢 你看 这是1月 1月是不是高于这条线 然后2月 对不起 其他2月就不看了 2014年的1月是不是也比这条线来的高 2015年的1月是不是也比这条线来的高一点 然后2016年的1月 哇 这样好低哦 哦 所以它好像有掉下来的趋势 好 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会猜 比这条趋势线还要低 比这条趋势线还要低 好 那这是我们人 人的猜测 就是刚刚我说的那个测试源 那我们来看看机器猜的到底对还是不对 好 那怎么做预测呢 很简单 这张视觉画报表 分析 分析的最下面趋势预测 趋势预测加入 例如说我们先不要分析太多点 我们分析3点就好了 3点 因为假设你预测一个月 跟预测 那个一年 我想准确度来说 以预测一个月 好 应该会比较洁净 真实 然后接下来我们现在来去套用 所以它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 它会跌 从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好 2017年1月 它会跌 跌到这边 跌到这边 我刚刚是不是说会跌到这条趋势线之下 为什么我知道呢 因为它用的方法 我知道 我当然知道它会怎么猜 它怎么猜 它就拿前三年的同期的均值来去呈现这个数值 也就是前三年 记得这一年在这里 在这里 很低 很低于这条线的下面 然后这一年的一月 一月 对不起 在这里 也很低 再来这个的一月 在这条线的上面 好 所以这三期的平均 它就直接画到这边 画到这条线的这个位置 它去三期的平均 然后再接下来呢 再接下来 它认为二月会更低 三月 会上升 其实我们讲那个猜测预期 其实主要就是去猜 它到底是上升还是下降 如果猜对上升下降 我们就算它对 好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我能不能做一个调整 例如说 我现在请它猜三期 我就请它猜最后这三期 所以我把后面掠过最后 最后几个 好 我写三个 掠过最后三个 我们来去看看 首先 这个点 这个点是现有真实的资料 后面 后面就是被我掠过 后面这一个 一期 两期 三期 这是被我掠过的 好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这个点 这是真实资料 好 它开始预测 十月 十月 它是不是往下降 它跟我们预测 是不是很接近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 你有没有发现 十一月 它是大幅下降 但是它 这个地方到 十一月 它没有上升 它没有上升 它是辞 它其实还是有微幅在下降 微幅在下降 然后接下来 十一月到十二月 它是大涨 可是它是不是 持平 它没有很大的升上去 当然也没有很大的跌下来 了不起我们只能说 第三期 它没有猜得很正确 可是我是要告诉各位 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说其实我们在猜它预期 涨跌 它这边的表现 应该还不错 这就是所谓的预测 最后讲一下 季节性 季节性就是 当我们今天来看 这十二个月 十二个月的表现 好像有一个循环 循环到这边 十二个月 循环十二个月 循环十二个月 所以把这个季节性改成 按照有多少长时间长度的一个周期变化 然后把它放在季节性 好 你有没有发现 在这个地方 它是先下来 下降 下降 所以它猜对了 然后接下来呢 十一月 它没有猜对 十一月 它没有猜对 十二月 十二月 也没有猜对 因为十一月 真实十一月到十二月 是上升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它跟真实的职 居然很接近 这是因为 当我们做了 季节性的调整 它没办法 预测到 这个 很大的一个 变化 因为这一个很大变化 一年之中 像这个地方 跳到这个地方 这就算一个很大的变化 好 那这就是预测 预测 所以希望各位可以理解 但是不管它怎么猜 它都在这个灰色 就是95信赖区间之内 你可以把这95信赖区间 设到 例如说99 然后套用 好 你就会发现 其实它是在这个信赖区间之内 那就代表说 它猜测出来的数值 有1 统计检定是会过的 好 那再补充一点 拿到更多的例子资料 来去做预测 然后只要设定好季节性 我相信可以得到更正确的结果 好 以上是这个机器学习理念 预测 那还记得线性回归 我们在讲说 这些点是不是要服从这条线 这叫回归 然后这些点最容易呈现的概念 当然就是什么 就是线性回归 其实它希望说 当然我们拿到的数值 越接近就是这个地方 像这几个点 它其实都在这条线很上面 好 代表说它有很大的一个 就是方差 大陆人讲的方差 好 就是差距 这个差距 这边有很大的差距 距离这条线的差距 那这就是说明 它其实variation 就是那个变异 变化 的值 其实是大级的 就是很大幅的变化 这件事 好了 那我想这些 这些预测 绝对也是在 就是大数据 视觉化分析里面 你应该要理解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地方上 知识 你就可以这样写说 20 这边我们后来就 不略过 3点 然后我们就可以说 预测 20 27年1月 1月的值在这边 有看到 46454 好 然后 然后2月会下降 3月会上升 好 所以这就是预测的知识 所以期待这些知识 收集起来之后 可以去跟主管 老板 然后跟他讨论 然后帮助我们来去做一些决策 这就是商业智慧 那我想我的视觉化分析 POWER BI工具应用 就暂时介绍到这边 如果任何问题都欢迎 就是留言 或者是加我的微信 LINE来去讨论 好 那以上是视觉化分析的部分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